娱乐圈老牛吃嫩草的故事太多了,婆婆数都数不过来 今天我们的主人公呢,就是一颗小嫩草,陈婷 说到陈婷,大家可能不知道是谁,但说到张艺谋,总该想起来了吧 作为我国第五代导演,张艺谋指导过无数经典,捧红过无数的某女郎,名声响于中外 今天我们不说她伟大的影视帝国,单独聊聊张艺谋背后的女人们 她的第一个妻子叫肖华,1979年张艺谋与肖华喜结连理 没多久就剩下了女儿张默,两个人患难与共,可惜不能有福同享 1987年拍摄《红高粱》的时候,张艺谋和巩丽相见恨吻 两个人追入爱河,这段恋情曾经轰动一时 不久之后张艺谋就和肖华离了婚 然而最终她也没有和巩丽步入婚姻的殿堂,直到她遇到了陈婷 2002年,19岁的陈婷嫁给了比自己大31岁的张艺谋 本该在校园读书的花季少女却遭了晋升为人妻 两个人的婚姻一直都很隐蔽,直到三年前 罚款门事件的曝光,陈婷才出现在观众的视野 结婚15年里,她为张艺谋剩下了两儿一女 因为超生被罚了近千万 如今大儿子16岁,小儿子11岁,而陈婷才36岁 最近两年,我们闲少在荧幕上看到张艺谋的身影了 张爸爸更多的时间花在小娇妻和儿女身上 不久前,张艺谋率领6个孩子走过红毯 让围观群众目瞪口呆,场面实在太壮观了 观众朋友们,你们是选择像陈婷这样嫁给大导演 还是愿意像巩俐一样成为自己的女王呢?